大家好 星期六没有节目最好一起倒下两局 这次除了博冷碗的心碎 这一场我觉得也有机会扭歪一点点 我找个胆子给大家就稳定一点 脚肩方面可能会有机会出些冷 这一场的长置都会比较暖一点 因为没办法 星期六的白 通常都是这样 可能性是什么都有可能 记住大家在看影片前做这几个动作不用靠谷 留言 赞 分享你的片段 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看胆子的心碎 搞定没交换 接下来跟大家去看我这一场星期六精选的长置 选了什么码给大家 希望帮到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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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另一场五班1650的赛事 我正在精选这只美满星环 在季初38的长置 赢马那场的姿态 美满星环你看到六号 好 蓝色衫 蓝色帽 黄蓝色帽 现在看着旁边七号那一只 摘星光辉 就是美满星环 现在是三叠在外面 这一场赛事 其实蔡明少我发挥真的非常之好 他抽过五档 最初就跟了前面的马 跟了速度 然后不要管自己放 其实他放头走就对了 看下这次他能不能放头 如果他放头走的话 在这些马里 我觉得他有少少优势 而且始终季内这些马会赢 他和麒麟 我觉得这场 泥地性能是证明过 和这个路程上证明过的马 我觉得他们这两只 就稳定一些 但是 你说始终今季的演出来说 美满星环是1650和1800 都上过名 或者1650都赢过 我就觉得 他这场 五鹏志都会继续去 爭冠军联马 所以选择一些比较 斗志斯明的马 我就选择他这场 那么 见到一路 美满星环 都在前面 就自己跑自己 后面一号 那只就是高云 红白色 红白色衣服 红白色衣服 那只见到9号 黄色衣服 白色衣服 就是活力多多 在他旁边 那里 就是活力多多 但是活力多多 一路打一路打 那都还没可以追好 美满星环 美满星环 就先走了 外面还有一只 紫色衣服 潘顿的日秀月璋 最后这几步 走上来很厉害 但是 赛明笑就留在最后一手 一路打下去 最后这一步 他都可以顶得到 潘顿 那就为美满星环 带来 季来他打一场 所以 美满星环 但是我觉得泥地性能 其实都可以顺耐 那在五班 这些暖局之中 我觉得找他做胆 都适合了 好 今次一场 五班1650的赛事 除了选给大家的胆 这只美满星环之外 脚那方面 大家可以留意这几只马 第一只 就是七号的亚洲力量 那这只马 泥地性能是可以的 之前 前两次他都是上名的 今次二档128磅 那暴雲骑 那都对了 没什么4磅 在这些的长浅之后 应该是亚洲力量 这次可能会出现了 另一只 那个档一样 但是最近当黄的 骑师 王志雲骑的 脚脚 领先 那本来128磅 14档 他没有什么条件 但是 有10磅 真的完全不同 那我会 拼一拼这只 着着着领先 最后一只推荐给大家 就是 这只 11号的麒麟 麒麟 梁家俊 特别醒神 其实季内 他也是 贏过的 那今次 121磅 11档 那看看 梁家俊 可不可以帮到这只马 那重复今次的心思 美满星雲造胆 拖亚洲力量 着着领先 和这只麒麟 阿鹏一样有好的 给大家 记得听完他的心思 星期六 订清楚 就齐齐买 希望大家 在来的赛事 一起 赢爆马会